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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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也是有2万多家企业用户 这些用户其实覆盖了各个行业领域 现在像车联网 工业制造 能源电力 智能家居 这些用户是目前价比较高的行业场景 LTDB是由情况币与发起的 主要用于处理工业物流网数据的开源数据库 中生它也是从APPA7软件基金会毕业的一个定金项目 它具有一个高通图的数据读线 以及高小数据原数据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能够去很好的去满足它在工业IoT领域下面 海量的复杂的实用数据库的一个采集存储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IMKX也好 还是说LTDB也好 它们其实面向上都是互联网领域 当然我们这个侧重点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不同 我们可以把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数据它的一个流转过程 我们分为这个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 那么目前来说对于IMKX 我们主要关注在这个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环节上面 那么首先是这个数据采集 那么M4TT它作为目前我们互联网领域 可以说是这个最流行的一个通用协议 那么它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去满足大部分用户的一个需求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物联网设备它的一个技术呢 是非常庞大的 并且呢我们覆盖了非常多的这个行业领域 那么特别是像一些 这个像这个工业控制领域 这个电力行业 那么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注的协议 所以说呢我们在除了支持M4TT协议以外呢 也通过我们的一个网关的功能 去支持的像这个Corp,Stomp,还有LWMPM 这些常见的这个物理工协议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我们另外有一个是 叫Neural的一个 这个边缘端的一个工业协议观光软件 我们去把那些工业协议呢 转换成M4TT协议 然后再接入到M4TT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在后面呢 再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是第一步呢 我们解决了这个 协议多样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们这个接入设备数量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版本中呢 我们单个集群的一个支持能力呢 是一个千万级别的一个链接 这么样一个一个接入性能 那么这个接入性能 其实已经在 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用户的一个需求了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 就是随着整个我们互联网 这个行业用户规模的扩大 其实我们的用户呢 他对于 不管是设备的接入量也好 还是说我们这个消息的吞吐量也好 他们的这个要求 其实在 一直在不断地提高 并且呢 其实我们看到 在一些行业里面 他们的这个头部用户 对于这个性能的要求 他往往是要在高处一个数量期待 所以但是呢 我们在我们之前的这个集群的架构里面呢 它是一个全联通全这个 全网装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集群里面呢 他们每一个节点之间 每两个节点之间 都要去维持一个长连接 这也意味着说我们到我们这个集群 规模扩大的时候 那我们集群里面 它这个连接的数量呢 它就会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方式去增长 所以说这样子 这个就对我们这个集群的一个网络质量呢 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如果说我们的网络质量低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集群呢 发生脑内的一个风险 就会快速的一个增长 同时呢 我们这个事物 它也的 它的这个执行的一个开销呢 也是会随着我们集群的一个 规模的增长和上升 所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在之前的这个版本中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啊 我们一个集群用户呢 它部署的这个节点数量呢 是最佳的一个范围 是在三个节点到七个节点之间 那么如果说 它达到了这个本末上限的话 我们一般是会跟建议它去 部署这个提高这个单个节点性能 来去提高我们这个集群的一个扩展能力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 确实扩展 但是 但这种扩展方式呢 其实它的这个性能上限 我们大家可以是 是能 是落眼可见的 达到低顿水平以后呢 我们就很难再去往上走 那么所以说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在我们的5.0版本呢 引入了一个模样的一个架构 那么它是把我们原来这个全网状的一个结构呢 变成了这个网状加新型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并且呢 把节点的角色呢 分成了这个核心节点 和复制节点 那么核心节点 它还是跟之前一样 那么也是一个全网状去联通的一个结构 但是呢 我们的复制节点 它就是会和其中一个核心节点 去建立连接 那么这样子 对于我们复制节点来说呢 它的这个连接的这个数量呢 就从原先的这个指数节的一个上升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增长 同时我们的这个集群里面的失误呢 现在是不需要去复制到集群里面的一个节点去执行 它只会在核心节点里面去做去预警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更加轻松地去扩展我们复制节点的一个数量 然后来提高我们这个集群的一个并模 所以说 基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在物电林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性能测试 然后我们部署了一个 由二十三个节点组成的一个超大并模集群 那么在这个集群里面呢 我们完成了一连接的这个进入性能测试 可以看到的这个性能已经跟之前那个架构相比呢 已经是有了这个十倍的一个性能提升 那么我们甚至于还可以做一个调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LB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M和TE流量 全部都引导到我们的复制节点上去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复制节点呢 它就专门去用于处理这个设备的揭露和这个消息的分发 那么我们的核心节点 它就可以层出更多的一个集团资源 来去处理这个事物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这个集群的性能呢 进一步的去增长 那么除了这个在性能上的一个巨大提升以外呢 我们在5.0版本里面呢 还引入了一个非常有开创型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支持了这个MPTDeveloppaker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说呢 互联网里面呢 它很多的设备 它其实都是运行在一个都很靠的网络环境下面的 所以说我们很多用户呢 它其实都被这个 它的设备啊 平凡的一个掉线 平凡的丢包 以及呢 这个握手延迟特别高 还有就是传输的速度 商务区这些问题 就困了 那么这些问题呢 其实很多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TCP 就是MPT它底层 我们采用的就是传输协议 TCP所导致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也很难 在应用词里面呢 去做一些更化 那么我现在 我大概再讲一下 这个每个缺点啊 所在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 是波手延迟高 那么我们如果要去建立一个 就在TCP里面 我们如果要去建立一个 启用了TOS的MPT连接 我们需要经过 TCP的三次握手 然后是TOS的四次握手 再是MPT的两次握手 那就意味着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 网络连接的话呢 就需要等待四个RTT 那么如果说我们 当前这个网络延迟比较高 那就意味着 我们有可能需要等待 一到两秒 才能够去建立这个网络连接 那么这样子呢 对于 我们其实有一些 应用场景说 需要快速接连 快速通信 那么这些场景下呢 这个MPT的使用 就非常受限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TCP呢 它这个连接呢 没有办法在 我们切换的时候去保持 这个呢 这个场景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车联网的一些场景下呢 它是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它的一些车辆 比如在行驶的过程中呢 会从一个基站的信号范围 移动到另外一个基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车机上面 这个 就会发生一个重新路网 那么IP就会变化 那么在TCP连接上呢 我就需要去断开 在原来那个连接 然后去重演 那么之前也说了这个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 握手延迟很高嘛 对吧 那我还要去 每次动不动要重演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每次这个锻炼呢 都会导致 我在当前这个连接中 正在传输那些消息 都会丢失 那虽然说 我们可以在重演之后呢 去做一个重宽 但实际上 你这部分消息 它的一个延迟 你是增加了 所以说 对一些我们 一些这个 对实质性的时候 比较高的一些场景来说 就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TCP 它的一个 在入网环境下 平凡丢包 和这个传输速度 上不去的问题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在不稳定的 这个网络环境下 其实丢包的概率 就会增加 但是TCP 它又会根据 你的一个丢包情况呢 才去调整它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传输速度 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 融资控制控制计算法 它其实 对于这个 入网环境的优化呢 都不是特别好 如果说我一旦发生 丢包 那么这个传输速度呢 就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并且呢 TCP它作为一个 在内核子能实现的 那个协议 我们其实也很难 去对这个 融资控制计算法 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要换一个 融资控制计算法 或者是我对它 一些参数 做一些变更 这个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有些人呢 他会宁愿自己 在UDP的一个基础上 自己再去重新实现 一套传播协议 而不是使用这个TCP 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 TCP它是一个 对手堵塞的一个问题 我大家也听说过 就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 网络中去传输 这个数据的时候 其实他们 这些数据呢 它走过的一个路径 其实是不同的 那么有一些数据呢 它可能传输性更长 有一些数据 它传输性更短 那么并且呢 我们在网络中传输的时候 还会发生丢包 那么这就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 我们后发送的消息 会先到达这个结束单 但是呢 TCP它为了保证 我们消息的一个 有序的到达 那么这些消息 它在到达结束单以后 我们结束单 是不能够去 录取和处理的 它必须要等到前面 那些消息到达以后 才能够一次性的 我们脱地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增加了 一个消息的延迟 并且呢 它在路往环境下 会显著的影响 我们整体的一个传说性 那么第五点呢 是一个消息的 优先级的问题 这个其实言归上来讲呢 它也不是说TCP的问题 只是说TCP呢 它不支持这个特性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商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需要 想要给我们的消息 去设置一个优先级 那我们比如说 有一些重要的数据 想要这个能够尽快地被发送 但是呢TCP它是 它因为是把所有的数据 都放在一个数据流里面 去传输的 所以说就会出现 某有一些高优先级的数据呢 会被这个低优先级的数据 做堵塞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在5.0呢 是实现了这个MPU和Paper 它也是我们 这个全球首个的这样一个实现 虽然说Paper呢 它是基于这个UDP实现的 但是呢 它也提供了 跟TDP一样的 这个消息的有序 可靠到这么一个到达 那么同时呢 相比于TDP呢 它提供了一下这个优点 首先呢 就是更快的一个连接速度 那么Paper呢 它是直接就内置了一个TOS 1.3 所以说它的握手里面呢 直接把TOS握手 也包含进去了 所以说这也是 为什么它能够做到 在第一次连接的时候呢 只需要去等待一个RTT 那么在恢复连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早期数据 来实现这个0RTT的一个握手 这个0RTT就意味着 我们每次去发起连接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就去传送这个应用数据了 不需要等待这个复端的确论 那么这个对于很多一些需要 快速接连的一个场景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第二个点呢 就是恢复它带来了一个 这个平滑的一个连接迁移 那么刚才说TDP它没有办法 在网上切换的时候 往事连接 那么恢复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可以避免说 我们因为这个 这个断链 导致带来一个消息的延迟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恢复呢 它实现了一个扩插法的 一个无色控制算法 我们可以在运行时呢 去调整这个无色控制参数 或者我们也可以为这个 不同的连接 就我同一个应用里面 我可能有不同的连接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刚才说的云边端 我们比如说这个端测设备呢 它是连接到这个网关的 然后网关的再连接到云端 那么在这种场景前面 其实这两条连接 它的网络环境 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TCP里面呢 我们就只能是 使用完全的相同的一套 这个有色控制 那么在费客里面呢 我们完全可以 为两条不同连接 去用不一样的 这个控制策略 那么甚至于说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需求 更加复杂一点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 再去实现一个 有色控制算法 那么这个其实就意味着 我们其实可以 为不同行业场景下的用功 去定制他们自己 专属的一个 有色控制策略 那么其实在我们 无联网去覆盖的这个行业 越来越广的时候 这个特性其实是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那么接下来就是费客 它有一个多路付用的 这么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呢 是极大的去改善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TDP的一个对手组色的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在费客里面呢 我们可以在一个链接中 创建多个数据流 那么这个数据流里面 这些数据流里面 可以并行的 去传输这些数据 甚至于我们还可以 为这些流去设计一个 有限级 那么这样子的 我们一些重要的数据 就可以优先的被发送 那么在我们其实和这个 这个费客和TDP的一个 系统对比 测试中文也发现 就是这个费客它在 网络环境下 不管是这个丢包率也好 还是这个断线充联概率也好 都会远远的要低于这个TDP 那么其实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 这个设备排量的一个 接入的问题 这个在网络环境下 一个数据传输问题 但是呢 我们其实在实际的应用中呢 我们还会 从这些数据 到了一个核子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持久化 因为然后呢 来对这些数据呢 比如说做一些定期的 一些分析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 其实越来越多 场景里面 它要求都是一个 实时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物流网里面 这些数据 它有一个特性的就是说 它都是实际上不但产生的 因为很多时候 它都是在外面的一个设备 它不像我们平时 比如说用手机APP 那可能我们自己 休息了 睡觉了 那么就没有对应的流量了 那么在物流网里面呢 它这个设备 都是持续运行的 那么其实 除了一些 低功耗的一些设备以外 我们像这个工业领域 那些设备 其实你 其实这些什么车窗啊 制造车被启动之后呢 它一般都不再会 停掉了 所以说它 包括像这些什么电力行业吧 它们其实对于这个数据 采集的这个频率要求 也是特别高的 那么这也导致了 我们如果时间一长 那么数据总量也非常大 所以这就对我们 使用的这个存储层呢 也提到 提了一个提出了 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那么 Inplus呢 是能够支持 把这个数据呢 持续化到 比如说一些 外部数据库里面去 像Messable 或者是MonthoDB 或者是一些这个 这个 或者是那些 效益队列啊 那么可以再去 转发到后面的 互动服务去处理 但是呢 其实我们 看到的就是 不管这些传统 这些 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和非关系数据库 他们其实在这个 实际数据的一个 高并发泄露 和海外存储方面 其实表现的 都没有这么出色 所以说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 实际数据库呢 它能够在这个 互联网领域 慢慢流行起来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 目前我们常见的 几个实际数据库里面 这些LTDB呢 是目前做的 比较好的一个 那么它能够去支持 每秒数百万级的 一个数据点的一个 一个泄露 那么同时呢 提供这个 十倍的一个 无存亚缩比 以及这个 一百倍的 这个有存亚缩比 那么这也意味着 其实对于我们 用户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一个 它可以保持自己的 存储的成本 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去存储更多的 更久的一个数据 那么在数据查证方面呢 但是LTDB呢 它能够在这个 级别是 TB级别的一个数据 能够提供一个 荒调节的一个 产品的持 所以说这对于 我们去做这个 实时的一个 数据分析 有非常大的一个 报道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会选择去和 IoTDB去做一个继承 那么在其实 在我们这个实际运动当中呢 我们其实有时候 我们更多呢 还会去结合 我们一米克斯的 这个内置的一个 规则引擎 和这个Nano MQ 那么Nano MQ 其实也是我们的 一个开业项目 那么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 电源端的 一个高性能的 一个MQD消息引擎 那么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做 对这个数据呢 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这个 过滤和清洗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去 可以去分担 我们后端 服务的一些压力 那么这也是我们 目前呢去 面对这个 互联网数据 才有一个 报道性增长的 一个重要作用 那么通过把这些 我们不需要 云端去参与的 这些处理工作呢 已经通到这个 这个 这个边缘端 去执行 那么 我们可以去减少 这些很多 非关键性数据的 发送 然后呢 让我们的云端呢 去专注在我们 关键数据的一个处理上面 那么 同时呢 因为这个边缘端 和这个设备端呢 它一般距离都会更近 所以说它延迟也会更小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设备呢 它能够更快地 去获得一个响应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呢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核子和LTTB呢 它能够在这个工业互联网 去发挥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呢 就是在工业互联网里面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协议呢 是更加繁杂的 除了一些场地的一些通用协议以外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它会有自己的一个专层协议 比如说像 电力里面 可能可能 比如说一些 即便是一些细分领域 比如说就是一个充电桩 那它可能也会有自己的通用协议 甚至于一些比如说 设备厂商 它可能对于自己的设备 还有一套它自己设备 专用的一套通用协议 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些各种各样的 通用协议呢 给它汇取到一起 我们进行一个 统一的这个数据采集和管理 那么我们的答案呢 是 通过这个牛肉 那么牛肉呢 也是一个公司的 开源项目 那么它也是 它是一个边缘端的这个 工业协议 网络软件 那么它目前已经支持了这个 像摩托巴斯 OBC UA OBCD 这些 常见的一些工业协议 大概是30多种 那么这个数据 其实也在不断的增长 那么通过它呢 我们 比如说 把这个 这个数据呢 先走到这个 牛肉 然后呢 用牛肉呢 转换成这个 MQD 流量 进到 IMQD 然后再转速到这个 MQD 那么我们其实现在 我们现在有一个用户呢 也是一个 风路发电行业的 那么它其实 一个风机上呢 就有600多个数据点位 那么它这些数据呢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液片的温度 当前的风速 它的转 它的那个电机的一个转速 等等这些数据呢 都会汇集到它那个厂家里面去 那么在这个厂家里面呢 我们就播出了牛肉 因为它 风机呢 它产生的这个协议呢 是这个 IC104这个协议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牛肉呢 去多一个协议转换 那么转换到这个 转换成这个 MQD流量之后呢 再我们继续往下走 一直到In-person 然后再到这个IoTDB 那么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呢 在IoT 这个工业互联网里面的 一个典型的应用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去摆脱 传统的这种 工业协议的一个限制 我们可以让这个In-person IoTDB 它这种精神方案呢 可以更快地去延伸到 工业互联网 各个行业场景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这个周紫博老师的分享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提代TCP 我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 但是说 但确实你主要提代的话呢 目前来看 应该是会 还会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是需要很多的一些 厂商一起去支持的 因为现在来看 看来看的话呢 还是只有我们一家在做 对 因为我们虽然说是 除了我们In-person支持的 Quick一关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 很多的客户的SDK 对 但是呢 这个呢 就需要 还是需要很多的 更多的一些厂商 参与进来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问题是想 请问 你刚才说的那个 MQX 它现在 Quick协议有整正在 落地使用 就是生产 有有有 我们现在目前呢 是有一个是 车列网的用户已经在用了 对 它是主要是用了 Quick的一个 这个连接迁移的一个特性 因为它之前 就刚才说一些 网络切换 不知道它连接断开 所以它用了一个是 这个连接迁移的一个特性 还有一个是一个 多数复用的一个特性 对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就拿你刚才说的那个 实际的例子来讲 它可以可以在这种 弱网环境下 它对TCP的实际的 就是对比 它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吗 就是这种弱网的 这种数据传输的 更高兴的商业 对对 我们是有过一个 我这边没有放出来 就是我们有一个 做过一个测试 但我们官网上 也有一个现在的补课 就是我们在一些 我们做了一个 弱网模拟 就有一个 应该是20%的一个丢包 然后10%的一个乱序 然后呢 对于Quiq 因为它不是 也只是一个网络切换嘛 那么对于Quiq 那个呢 我们还每半分钟 去做一个网络切换 那么其实 对于TCP组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发动速率 就直接只能到这个 比如说 我们发2万每秒的 一个消息速率 那么TCP 它可能就只能1万每秒 然后就 我们把这个网络错误 给它移除之后呢 它才能恢复到 这个正常的一个速度上面来 那么Quiq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什么能够的一个影响 那您认为 就是未来这种 入网场景的这种 比如车联网这种 那Quiq 会成为一个赤指的标准呢 就是有信心成为这样 一个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对 因为其实Quiq TTP它有很多的这个特性呢 你很难去给它做修改 就比如说 一个握水延迟 其实像车联网这个场景的话 它很多时候就需要 因为你是移动的嘛 它可能比如说 有一些车边 这是 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 它路上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PDU的一些设备 那我车可能刚开过来 就需要给它 发一些消息干嘛的 你说TTP 我可能接个链接都要换钱 对吧 所以Quiq呢 我就可以直接去发消息了 好的 感谢张老师 好的 感谢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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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